我是William Tien,是新生命的创办人,在这里我来介绍我们在澳洲所创办的一个最新,最有对人体,最有帮助的一个产品,所谓我们中国人所说,祸从口禄,在祸从口禄之中,包括我们所吃的东西在里面,都到身体里面, 假如我们只是能够只要去保护我们身体上,也希望找到一些食品或能够在这个药品,也是能够以自然的方法把它吸收到身体,在我们澳洲,就是在新生命,我们就已经创办世界第一个超级牛粗乳,超级牛粗乳跟别的牛粗乳有什么不同吗? 我们的含量就是免疫蛋白,所谓的免疫蛋白,在超级牛粗乳,在母牛生小牛的24到48小时之前,它所收的粗乳,把它收起,再用我们最高科技的电法,把它给free-drive, 再从这个过程中,把它倒到我们的工厂,研究工厂,就把它给制成为超级牛粗乳,里面包括这个micro encapsulation的技术, 这个micro encapsulation技术,为什么跟很多食品,跟很多牛粗乳不一样? 为什么呢?因为这个牛粗乳,很重要的一样就是,就是它在我们,在六岁到以上的小孩子,小孩子以上,吃牛粗乳之后, 它因为它的胃酸就比较高,所以吸收到身体的粗乳,就没有很多被吸收到身体里面,能够在我们用这个micro encapsulation的技术的话, 我们把一部分的牛粗乳,给包起来,就叫migrant encapsulation,把它带到,从胃带到肠里,在这时候,在肠里面,它就消化出来,它在这个消化之中,就把肠保护, 就从这时候,由我们所说的一些,E.coli,就是什么肚蟹的病肠菌,这些在里面,都会不会没有发指在小肠里面生长, 在这时候,我们就能够保护到身体一个免疫的功能,很多人对牛粗乳已经很有认识,可是他们还不知道牛粗乳有很多特性, 最主要是两个特性,一,它对这个高热能所影响,牛粗乳在我们的研究室里面,已经证实过了60度,60摄氏度的时候, 它就马上,它的功能就是免疫蛋白,就低贱下来,第二,它最主要的另外东西,就是牛粗乳, 这东西,你一定要拿到最高的免疫蛋白,而免疫蛋白能够吸收最好的,在外面的牛粗乳,都不过10%到最多20%的IgG, 我们从我们公司所生产的,所开发的这些技术,超过40%就是说,你在外面所吃的一粒,我们吃的两粒,对不起,吃两粒就等于我们的一粒, 可是,很多你们所看的牛粗乳都是定粗,定粗的话又有个问题,就在做定粗的过程中,要被高热能,高压力给压, 其实就是有最好的牛粗乳,也没有得到你所向的效果,从我们公司所出的牛粗乳,它虽然是这个,就是胶能状, 为什么胶能状,我们要它在胃里面最少,它吸收的时间,通常在一个胶能,在胃里面,都会在一个小时里面就化掉, 在这个时间里面,也有食物,也有别的产品在里面,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,尽量的把部分,最多的这个牛粗乳,给吸收到这个蛋白, 免疫蛋白,吸收到胃里面,还有在这个过程中,因为我们有那个micro-encalculation,它就能够把一部分,就带到那个小肠里面, 所以你用了我们的超级牛粗乳,就马上就会感觉,我可以跟你们说, 你在外面,明天你就去买一个牛粗乳,跟我们所现在所用的牛粗乳,我工厂所出的牛粗乳,一笔,效果由你来顶, 我知道,你一定对我们的公司产品很有信心,我们这里就是叫超级牛粗乳, 我很希望你们也了解,我们这个产品在不久的将来,就会在你的市场面世,谢谢。